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恒去世一年后 七七事变爆发 国民政府宣布自卑抗战 1941年 《马关条约》已被废止 台湾终于从法律上回归祖国 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八年 但是连恒已经在他的台湾通事中 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虹为我祖宗渡大海 入荒州 以拓之司徒 若涉深渊 迷自静涕 婆娑之阳 美丽之道 我先王先民之锦命 实事平之 邓主副啊 我把您的通事 翻成了百话文 希望你不要介意 因为年轻人 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 那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 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 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 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 都可以知道 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 所有的人 对这回徒弟做过的努力 也争生你灰心 好久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